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4月6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带来看的是农村的乐趣 武杰向农会为了推展休闲农业 今明两天举办了你农我农农村乐的趣味活动 让游客深入体验武杰休闲农业的魅力 而今天开幕来自外县市的游客 特别夏天体验亲子擦秧的乐趣 亲近迷途也认识武杰的优质农业 武杰山公署于东山河休闲农业区 今明两天半年的你农我农农 农更乐两日旅游套中行程 以在地的产业稻米为主軸 串联社区生活生产以及生态的三生之源 要让游客敞翔在绿野平手的美丽景观之外 更能感受农村的淳朴以及敦厚民情 所以说我们的团圈 目前在我们的团圈 要一年一年来办理 要一年一年让我们外面的游客 再多人来给我们外国乡 来乡守到我们农村的春宝 来敦厚民情 以及我们国家宜兰的水 宜兰的農業 大家听到这个好山好水以外 就是来这里产业農業 来这里自己政党 来这里农民体力管理 来这里自己掛党 来这里把这些米带回家吃 这就是要让大家健康 可以安心 未来我们宜兰设计農業 就是農業观光 是让大家 这些青年都来愿意 跟农业来连结 在开幕的今天来自外县市的游客 西家带卷戴上斗笠卷起裤管 在田里体验插秧乐趣 以及农夫的辛劳 也借由清净泥土 更能感受武捷这块美丽土地 里面我们看 虽然这么小两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它需要 减贵 補酒 蹄草 蹄肥 还有 这些隔余大厂 来收割 收割后 铺青 蹄蹄 才有看到一片米 所以我以前做小孩的时候 我们 一大人常常来说 冬要吃得清洗 就是因为 他们了解 他们在做事当中 配备到 我们的美食 来自 非常非常辛苦 两天的套装行程 除了差样之外 还入住当地民宿 吃割刀饭 了解到米粒市 体验农夫一天吃五顿的故事 也规划其自行车 游东山河 乘压母船游小河等等 行程相当丰富 让游客都觉得不需此行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